运通 全国投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上午的三关破证 昨天大悟琼大长 纳斯达克指数大长 我昨天其实讲得很清楚了 我说最后的情况大概也是这样子 六月要升息 你自我知天知地知 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看整个大红指数 其实对于这个升息的部分 我先跟他讲 我觉得他不是不见得是麻痹 而是说因为距离他升息 还有一段时间 你看今天才5月27号 就算你六月初升息 他现在至少要一个礼拜的时间 趁这个时间先做个反弹 先做个反弹 当然也有点利空麻痹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昨天道琼还不错 你看公过月线 台股到现在月线都没碰到 你看因为我习惯用26的 如果你用20可能已经突破了 纳斯达克指数也不错 昨天是确定了 手稳在室内的一段平面线 SAP500的话走得比较强 比较准备要挑战月线的位置点 可以看得出来今天整个亚洲股市 也表现得还不错 我前几天就有跟他聊到 用韩国股市去看 我说其实为了台股会怎么走 大家基本上看韩国股市 基本上大概就是不会偏离太大 简单的讲就是扩底 扩底 扩多久 也许两个月三个月都有可能 那为什么要扩底 借由这种扩底的方式 把每一条均线的压力 你们看到这里有一条12的 26的55 你看借由这种扩底的方式 可以让所有的均线纠结 慢慢化解这些均线的压力 然后筹码可以顺便沉淀 因为它这个是看不到量 我用别的软件是可以 别的软体是看得到 这边其实就是一个打底的量 就是一个打底的量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可以保守 但是不需要悲观 我一直跟他强调 你可以保守 但是真的不需要悲观 而且我这么讲好了 讲得比较难听一点 说真的 想赚钱有悲观的权利吗 输家有悲观的权利吗 当然如果你选择 甘心做一辈子的输家的话 那你就可以不用理会 我要讲什么的 因为对美来讲 帮助不大 意义也不大 但是如果你不甘心 要做永远的输家的话 我告诉大家 你就要寻求突破 你就要去找方法 而不是归缩在家里 这样懂不懂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大盘玩真的玩假的 其实我这么讲好了 我昨天不是讲吗 如果你本来就很看空的 你看很悲观的 我建议你就跟他拗到底了 你也不用管那些老师 怎么看多的 我知道很多 我跟你讲 很多老师嘴巴讲做得多 实际上在带空单 因为昨天我别的会员 你就跟我讲 他去参加某一个老师 就是别家的 然后节目上都是 哎呦 我们今天做多探访多少 结果呢 放空什么放空什么 也有这种 所以他就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呢 你说他做空我没有错 其实也没有错 空对股票当然都对 但是这时候会发生一个问题 你满心期待的是要做多的 突然间看到人家在做空 我问你你会变成连做多的单都不敢跟 会发生那种情形 他懂不懂 你信不信我如果现在开始也改成多空多做 你信不信 会员看到做多又做空的时候 他只会选一个站 很少人会同时拥有两个部位的 大家懂吗 很少的 有这种认知感的绝对不多 我说一句话白的 你现在喝一口热汤马上吃一口病 你牙齿会不会痛 你绝对会痛的 喝个冰水 喝个热汤马上吃一口冰 谁受得了 冰火无从天 没人这样做的 所以我是不是告诉他就说 你就坚定 比如说你今天在你的心里面就说 我就是要做多而已 那你去找那些做多很厉害的 跟着他做 我不是最厉害的 但是你可以慢慢可以知道 我是怎么做的 可以给你做参考 那如果你已经非常看空 反正你也觉得 反正乌尔战争打的没完没了 升息也没完没了 通膨也没完没了 我是糟糠 你就坚定一次看空 不要改 反正市场只有输家跟赢家的差别 不会有那个合的 没人打败的 没这种的 股票市场没有打平的 没听过 就是赢了一干肉粽干掉 输的拜拜回家就是这样了 有什么简单 这就是股票市场的残酷 听起来很残酷 却也是事实 所以我一直告诉大家就是说 如果你甘心做EBS的输家的话 好吧 说真的 我能帮你的有限 但是如果你不甘心的话 那我告诉你 你就要去想一想如何成为赢家的方法 怎么赢 来 等一下我来告诉大家什么赢的 那今天盘大涨目前涨了263点 那当然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我这边写的 你看推算大盘下阶段上涨的重点 有没有看到第四个 银行股担当滚盘的角色 其实严格讲起来今天银行股还不错 电子股还不见得那么强 但是今天银行股你可以看 今天银行股的确是比较强的 特别像这个比较弱的富方金 对不对 哇 了解口袋 对不对 大家中标了 最后一直去索赔 可是富方金有钱 对不对 输得起 不要紧了 你们尽量来 对不对 当然大家都不要蓝意最好 这种最弱的 我跟你讲 你去看这个最强的不一定有用 你看现在这第一金 早就不破底了 对不对 你看第一金早就不破底了 可是你去看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富方金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现在华南金也没有破底了 对不对 富方金比较弱一点点 然后其他的像国泰金 还跟富方金比较像 但是严格讲起来你可以发现到 你看这开胞金也算弱 那你看玉山金也不跌了 有没有看到 元大还稍微弱一点点 照风也不跌了 有没有看到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现在盘面上 我所讲的第四个 就是银行股担当稳盘的角色 这件事情它是成真的 所以你看 为什么我接下来 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你看大盘下个阶段上涨的重点 业绩好的会带头涨 然后没有出息的在酝酿 跌生了也会接手 你看今天我们先看一下弱的股票好了 这个叫新胜利 也没有说很弱还可以 这个群有算比较弱 我们就看群有就好了 哇 起这么多了 我相信站在绝大部分的投资朋友的一个选择 比如说我今天要来买股票 比如说你今天 假设你今天才来买股票的好了 今天你觉得你现在去压群有 或者去压新胜利 你有胜算 还是跟着我来压威风店 或者是郁金光你有胜算 插得对 你们知道插在哪里吗 你看这家郁金光 这家威风店 我今天测试还有写金红 好啦 今天金红也不错 哇 178了 你看 恭喜啦 今天又当冲了 今天找牌还有做买进 又可以当冲了 太好了 好啦 这个都不是重点 重点我是要告诉大家什么 就是说今天 为什么我要特别拉这个新胜利 来给大家做比较 我相信此时此刻的你 去买这种股票 你能够赚多少 你看哦 郁金光今天多少 384块半 微风店准备掌停板了 我相信讲到微风店 也许我没有天天讲 但是我之前有跟他提到 微风店它IC设计的啊 对不对 我从来没有放弃IC设计 就是说在第二阶段的布局里面来讲的话 在第二阶段的布局里面来讲的话 IC设计我还是会买 但是就会稍微比重点调整 所以才会有看到郁金光 因为你要稍微调整一下嘛 那为什么要调整 因为我觉得接下来会慢慢会有所谓的除息效应嘛 所以你看哦 微风店我们在什么时候公布的 5月13号 你看那时候分享微风店的时候还在低档嘛 那个时候股价在多少 280几块而已啊 那以微风店的操作来讲 我大部分都当冲啦 来我们看一下 5月13号283 285 然后那天293把它冲掉 现买现卖 赚个10块钱的价差 5月16号290 292再把它接走 接回来 你看哦那天低接 然后隔天持续的加码 292 294买进 当天工长停耶 320不错 把它冲掉 赚28块的价差 之后呢 微风店盘了比较久啦 你看这是17号那一天嘛 你看哦 17号那一天完之后 他们发现到 隔天微风店还有稍微冲高啦 但是我就没有操作 我就等等等等等到 就是今天 对不对 一个好的黄道记日 来看一下今天怎么做的 今天我们看到 微风店表现符合预期 空手的进一多少 303 305 少量考卫布局 看清楚哦 这是5月17号 今天哦 今天哦 一开盘就赶快敲进去了 有看到吗 这个不是要来这边挑掰啦 炫耀不是的 而是我只是要让很多投资朋友了解到 就是说 如果你甘心做一辈子的输家 那就算了吧 但是如果你想要反败为生 我的方法稍微挖一下好不好 稍微参考一下好不好 大家懂个意思吧 你参加我的会员 我不能跟你保证 哇 把把赚天天赚 这个我不能保证 这边获利的保证绝对是不行的 但是你参加我的会员 你要有点认知 就是说 行情好 我们就尽量冲 行情不好 我们就稍微保守 先逢低卡会有差吗 你看 我昨天是不是冲掉这个 昨天做隔日冲的这个返轩 我今天没有动 这些股票你看哦 包括这个3680这个加的 你看 我是不是昨天做价差 先把它卖掉 它今天如何我不管 但是你如果没有逢低 承接 你怎么买 你如何在昨天冲高 或者今天冲高 那时候去做价差 大家懂了吧 魏丰店就是最好的例子 它一直在打底嘛 你只要拉回你愿意买 今天的魏丰店 不管有没有涨停板 你绝对赚得到钱 好 魏丰店你可能觉得 我讲得比较久 那我们来看一下郁金光 郁金光 5月25号开始跟他分享了嘛 这算比较新的股票 有没有几公斤啦对吧 才两天钱而已嘛 你看第一季赚两块半 智慧型手机市场需求嘛 虽然是疲弱的 可是呢 他4月份的营收还可以成长 这表示什么 表示说最后的情况 已经过去了嘛 大家懂我意思吧 加上最近的苹果概念 我不是又跟他提到嘛 你看现在在可乘 有凶吗 也是跌身反弹嘛 这样看你会觉得说 哇老师好可怕 不对 你要这样看 你就发现到还好啊 对吧 4958的真顶还好而已啊 你看这苹果概念股啊 还有4915的什么 自身你看 这也是苹果概念股 所以表示什么 表示最近苹果概念股啊 随着iPhone14出新机啊 它其实是提早发酵的 我建议大家啦 要买苹果概念股 不是等到它9月份 手机上市头才来做啊 那都不负了啦 要做大型 知道吗 所以你看喔 基于这个考量 我觉得好啦 压一点苹果也不错啦 反正一天一苹果 医生远离我嘛 吃蓬果基本上应该没吃开啦 好吧 5月4号开始买进 358 360的郁金光 然后呢 那天现买现传做当冲 赚一个十二块 然后呢 前天也是一样 365 366 持续低接 低接 没有卖喔 我没有卖喔 那你看一下今天的 来 27号 这是昨天嘛 昨天我持续接嘛 看一下今天的 来 导播切过来 郁金光表现符合 逢低布局的要件 空手的建议多少 有没有看到 很清楚吗 你看郁金光384块半 你按我的指示 买374 375的 现在可以冲掉的话 一张也要1万块 也要1万块 你看威风店 今天不止1万 郁金光今天也赚 还有包括我刚刚聊到的 金鸿 178 早盘171块买的 抗讯我没有印 可是没有 所谓坐驾差 当然不贩子 以当冲为主 大家听清楚 如果今天我们买了 有现买现赚 那当然我相信 做个当冲 应该皆大欢喜 因为今天你当冲掉 是无本的 你知道吗 无本的 是没有本的 下午那个郡商 还要汇钱给你 恭喜你 今天当冲赚的钱 他还要汇钱给你 这是无本的 所以并不会影响到 我们既定的布局 大家懂吗 就比如说我前几天 一直跟他提醒 我说现在的布局来讲 重点要摆在哪里 你看 郁金光我是直接公开的 我一直跟他提醒 像这个你要把握 股价才100多块 去年赚12.7 本益比不到12倍 像这种股票都在打底 还是蓬购 一天一苹果 医生远离我 吃蓬购多好 5月23号 像这个股票获利也非常的不错 你看 去年赚了13.98 现在股价大概150几块左右 算算也不贵 也不贵 这个是一个非常打底很好的股票 还有包括我今天 要跟他分享的这档新的股票 股价不到100块 像这个股票都在底部区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认为你现在去压 像新生力这种股票 我知道有些老师在喊 你觉得你现在去压 像新生力这种股票 你有胜算 还是像我们一样压 威风店有胜算 郁金光有胜算 金鸿有胜算 我相信大家这么聪明 你可以去做个比较 所以你看 我是不是告诉大家就是说 在整个接下来的布局上来讲 业绩好的会带头领工 当然这个业绩好的定义比较广泛 当然也许很多高价股真的也不错 但是有的股票真的太贵了 所以其实我很少买超过200块以上的股票 威风店 郁金光都是经过会员同意 你可不可以接受 你同意我才带的 否则你们看 我很少在节目上讲超过300块以上的股票 很少很少 就是会员同意 好啊 重要是可以啊 我现在身上还有500万可以买 那好 那我们就可以买 这就是经过跟会员沟通过 我才会出手的 才会出手的 再来接下来我们一定要了解到就是说 还有什么股票有机会 我给大家一个提醒 我没有这样去买银行股的意思 银行股它充其量就是在担当稳盘的角色 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好了 业绩好又还有除息这个体材的话 接下来会是一个反攻的重点 不信的话你看哦 假设今天来你看一下 今天大盘是个有量又有价的格局 我的推估今天的量会比这个稍微再多一点点 因为今天有主流 今天有主流的情况之下 量会比昨天稍微多一点点 那如果说今天的量还是不能出来的话 那就要提防下礼拜还是会震荡 那当然因为今天在涨的话 准备要挑战116 281 也就是这个26日移动平均线的位置点 那当然今天会不会是公过 我觉得到无所谓 真的我觉得无所谓 因为一步一步来 有时候在打底的过程中 它的反攻采取这种N字形的反弹 它其实都是一步一步来 它慢慢来 毕竟现在还有很多的利空嘛 对不对 我们如果把这些利空把它掺杂进去 把它分析进去的话 说真的你说现在市场有多大的信心 在那边全力用力的买股票 说不通嘛 但是我就像我昨天这几天一直要提醒的 我没有叫你们中阿 我没有叫你拿你的身家性命 我没有叫你 对不对 去借钱嘛 你有一千万的 你先拿个两三百万 可以吧 你有个五百万的 先拿个一百万两百万 可以吧 我相信小赌一情嘛 对不对 你拿担不得钱出来 试一下水温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等到你有赚了钱 跟着我有赚了价差之后 你后面的资金 你要陆续的投入 只要夯情配合的下 夯情允许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那懂吗 好了 尽管要休息一下 等下回聊到其他的国料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752-5868 2752-5868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本营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752-5868 2752-5868 阿公确诊了失智症 这是我们感受 最低落的一个时刻 很多时候 确认 才会让我们更清楚 如何面对未来 善用政府的长照资源 帮助了我的阿公 也帮助了我的家人 好 自从呢 我推出这个抄底大作战的 第二part到目前为止 当然有些新的股票 有些调整啊 那有一些股票呢 我已经获利出清了 像这个亚信出清了 出清了 虽然还在涨 但是这个后面 我就不管了啦 因为我觉得 它盘的机率比较大 还有641的这个 不是 亚信出清了嘛 还有6568的宏观 这个我们都出清了 今天也不错 也不错 你看 有些股票 即使 即使就是说 应该这么讲 虽然它会面临一些 短线的震荡 但是你看 体材好的 有基本面的 很快又会得到市场的青睐 但是我觉得稍微做调整 没有什么不好 没有什么不好 至少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我在节目上分享的股票 的确都是不错 就看你们有没有买嘛 对不对 就算我出清了 但是基本面来讲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 不管是亚信啊 宏观啊 这些都是一样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应该有个认知点 就是说 其实啊 为什么这些股票会这么强 大家有没有去想过 为什么 你看哦 以宏观来讲 它就是在底部嘛 它就是在底部啊 你说金鸿的话 它的确是稍微涨了 已经有一段了 你拿金鸿 跟像比如说 像宏观去比的话 你会发现了 哇 的确 金鸿的确是涨多了 可是它比较强嘛 强势股本来先涨 本来就是它的 它的所谓的领头羊的意义在嘛 那这些股票慢慢慢慢的 它会追起来嘛 包括像宏观啊 或者是像什么 金鸿啊 或者是3169的亚信这些 对不对 等到大盘稍微指纹之后 这些股票 它还是有可能会往上走的 那就看你怎么去挑选 其实就像我常讲的嘛 你看我的节目 其实很多股票我是公开的 很多人 他扫码加入粉丝团 还是在问说 哎呦 老师你上面讲的 会不会跟做的不一样 那我就不要把这些股票 拿出来讲了 对不对 何必每天去聊这些个股 就每天跟那边讲 我赚了多少赚了多少就好了 为什么有些股票 我会先写出来嘛 就是让大家去了解嘛 就是说 为什么今天在操作上 我们会锁定这些股票 对不对 就好比说为什么 我们要锁定 对不对 就好比说 为什么要锁定这个威风店 假扮行与嘛 绝对不是啦 因为它在低档嘛 就好比说 为什么要锁定 对不对 要调整一下车类去买玉金光 因为它还在低档嘛 加上有苹果的概念股 加上最近苹果概念股都还不错 所以你看像这种股票 都急剧有补涨的空间 大家懂吗 但IC设计我也没放弃 魏风店也是IC设计 金光也是IC设计 我并没有放弃 只是买的比例就变得比较少了嘛 因为我们把重心调整到其他的股票上面 所以大家了解到就是说 今天你看我节目在讲哪些股票 如果当的哪里 你如果自己有买有赚的话 我恭喜你 但是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 据我所知 即使我在节目上 不管讲了什么股票 说真的 有赚到的人也不多 那为什么同一支股票 我在节目上我讲出来之后 我能赚而你不能赚 差别在哪里 大家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赚一支股票 对吧 我保你买 节目上公开讲 为什么金红我可以大赚54块的价差 还不含今天要当冲的 对不对 为什么 为什么宏观我可以大赚42块的价差 为什么 为什么亚信可以大赚72块 为什么 都是低档啊 为什么聚集也可以大赚71块 对不对 那为什么金红也可以大赚39块 为什么 赚快没赚钱 就像我以前常举过例子 今天丢一只鸡给你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各拿一只鸡 看每个人的造诣啊 厉害的人一鸡五吃 对不对 鸡头跟鸡屁股可以来炖汤 那比较笨的人就剁一剁 变百斩鸡而已啊 就只能做一样的道理 然后一样的料理 就看师傅的功力 我不晓得他们去看过那个日本料理店 那个鸡鱼啊 就是那个每次在切割鸡鱼秀 我们可以很难想象说 哇 一只鸡鱼对不对 从肉到骨头到头到屁股尾巴 只差内脏没吃之外 鱼眼睛那个 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鸡鱼的眼睛啊 看起来有点可怕 没想到连那个眼睛都可以拿来变成单独一个料理 对不对 主头到尾没一只鸡鱼的啦 这个才是什么 才是厉害的师傅啊 对不对 所以我只能跟他讲啦 就是说 同样的一个 同一支股票 对不对 落到你手上跟落到我手上 为什么会有获利上的这么大的差距 为什么 因为我跟你的概念 我跟你的理念跟操作模式不同嘛 我所寻求的不单单是只有短线上的获利啊 借由波段跟短线的累积起来 可以钻一个大波段 可以把它获利给倍增 这个才是我的重点 好了 这个有机会再来跟他聊 什么叫获利最大化好不好 好了 今天上网节目 希望大家进行到这边 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呢 都非常欢迎跟我们线上的助理进行联系 节目最后 遇出所有投资朋友 我们下午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现在就扫QR Code 订阅运通财经台频道 让您不再错失任何精彩节目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陈东斗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尽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待尽一定待出 陈东斗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本营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部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陈东斗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尽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待尽一定待出 陈东斗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部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天哪 陈东斗部需该怎么办 不用吗 有方式